我們昨天其實有聊過說 國民黨怎麼雄雄雞干 花東三法好像不挺復昆起 復昆起講說那個七月十六號 他就要過這件事 出來古老人改善失敗 現在臉會越來越重 那我們看到 除了說賴士寶之外 那是不是黨也有一個意見 說我們沒有急著過李彥秀出來講 那川哥 我要請教的是說 包括那個中東警 然後包括那個國民黨的智庫 中東警說他有跟韓國瑜講過 海西花蓮 跟你講過 然後智庫的部分 我在讀今天的新聞的時候 這是國民黨智庫寫的嗎 我以為是你寫的 比較像是民進黨智庫寫的東西 他的論調很特別 都是民黨的論調 所以國民黨現在要把他 就是說傅崑起的東西 我們都要切割 我們都不要了是不是 這一個案子 大家不要被國民黨這樣的話術騙了 這個案子還在立法院 對 隨時會拿出來表決 現在只是反兵之計 各位知道這個案子 領嫌提案的是誰嗎 領嫌喔 那個提案的前三個人是誰嗎 傅崑起 韓國瑜跟江啟臣 這幾個案子都是 他們也是這個韓國瑜跟江啟臣 在這一次裡頭 為二連署的 對 為二連署就這兩個 那這不是黨的政策嗎 對啊 不是黨的政策 韓國瑜會連署嗎 好 現在為什麼這個案子 不是在國會那幾個法表決之前 就說要停 沒有 是國會表決的 國會那幾個法以後 發現說他們的支持度很低 人家又沒有這種的出事 才讓那一些像賴士寶 這些人跳出來 我要講一下賴士寶 台大土木系我們的工程經濟的課本 就賴士寶寫的 他是全台灣最懂自償率的 最懂經濟效益 最懂財務 最懂現金流的一個政大教授 都是他寫的 我們都我們讀的都是他訓練的 所以賴士寶這幾天跑出來講說 財務根本就不可行 技術上也不可行 工程上也不可行 環境上也不可行 這些都不可行 他怕用看他就知道不可行 何況沒有去做評估 你想要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 剛剛傅崑崎叫河嵐先吉來說 你如果遇到地震 花東地震很多 你煞車怎麼來得及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高鐵怎麼煞車 老師要上課了 高鐵如果時速300公里 他煞車不是一條線煞車 他是慢慢煞車 就比較緩的緩的緩的 那他會設定在一個時間點內要煞車完成 現在傅崑崎說的2秒鐘就是這樣 開到這裡 整台冰車 而且這個車一定倒不住 結構受不了 沒有人要地震的時候 沒有人說地震的時候 馬上2秒鐘煞車 沒有這種系統 因為地震一定是在遠端都偵測到了 埋了很多地震的偵測器 然後開始出現有一些震動的時候 他就預警這台車 這台車就開始從300 我們正常營運大概200到250 對 我們很少看到300 大概200到200就慢慢減 從到200找150 100慢慢減 然後最後可能是50巡航 就是說沒有人用到50巡航 那真正系統要他 強迫他停車的時候 他就會降到0 所以傅崑崎說的都想 他為了解釋說那個地震 就跑出來說2秒鐘 國中理化老師這一次考試可以考 時速300公里 2秒鐘請問要多少的加速度 要有4.2倍的重力加速度 43 這個數學就不講了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大家不要在這種工程技術上 在那邊亂講 財務上亂講 好那這一次這個智庫啊 國民黨的智庫也跳出來講 國民黨智庫啊 這一篇之前 他們的領主家是出來支持 所以他們才跑出一個什麼 一兩兆的那個數字 就是他們的報告下來 他們是支持的 那現在忽然間轉彎不支持 那我就很好奇 韓國瑜 你怎麼忽然間轉彎 還是你上面簽的時候 你也沒看 但是他上次簽的時候 那一定有看啊 因為他當時還講說未來 就現在就兩個案 未來如果真的很重要的 再來找我 沒有就沒有啊 他就是空前絕後 沒有了 他上次簽的時候 我們還討論過喔 所以韓國已經知道 大家關心他簽什麼案子 因為立法院長很少在簽 好那他知道 然後現在又反悔了 那這個案子告訴各位 這個案子不會不見 這個案子還在立法院 隨時國民黨還是有可能 把他拿出來 但是今天其他縣市 我們一直在講說 其實國民黨其他的關心 都沒有意見 總統前就有意見了 對 現在苗栗賺到都沒有錢 我現在在爭取彩話 我還可以 中央告我三十五十億 沒有 什麼在付金錢 把我當兩億 兩條兩條兩萬個億 對你對是兩兆 不是兩億兩兆 兩萬個億對不對 兩萬億 兩萬億 我可能只跟中央要20億 我本行需要可能二十億 你給我要兩萬億 所以這些藍營的縣市長 有時候也倒不住 我再講一個 現在比賽少人提到就是 那個花東的高速鐵路 從台東到屏東 台東到屏東 也要穿越中央山脈 南部 中央山脈南端 各位知道高鐵 高鐵沒有彎的你知道嗎 我們的南回南橫 南回公路南橫公路 以前滅國團活動 那個路因為要爬上去 不是都彎了嗎 那是公路 高鐵沒有彎的 高鐵都直的 因為速度很快 所以他從台東 彎的高鐵變阿里山鐵路 從台東要穿過去 中央山脈才能到屏東 對 那穿過去那裡的溫度一樣 一兩八度 胡錦琪說 胡錦琪那天跟和軟圈講什麼 他說一百六十度 拜託現在國際的技術 穿過三百度都沒問題 我實在是 三百度車子過去沒問題 誰去施工 對啊 誰去施工 你做的時候也是三百度 要倒多強的冷氣 耳末才會倒掉 我跟你說 這真的比你烤麵包的烤箱 的運動更高 而且那一台機器 所以在所有的技術上 都不可行的情況之下 這個案子 我是建議國民黨 直接把它撤回 不要讓那邊 掉在那裡 然後大家還懷疑你 隨時有可能把它拿出來表決 對 或者是 搞不好他贊成VOT 因為張祺凱就贊成VOT 對啊 搞不好民眾黨就喜歡這一套 就喜歡VOT 但是這個案子 今天民眾黨有開記者會 民眾黨開記者會 要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這個案子 怎麼會是國民黨呢 這案子是交通部 交通部 怎麼這麼久都沒有做報告呢 交通部要趕快評估 這三個案子 要做可行性研究 這件事比民進黨 比交通部的事情 就是你去說一個憲勢 說一個憲勢之後 每民進黨說阿臨為什麼沒有評估 評估 這一開始拿出來就是國民黨的idea 你有行政權 有預算權的人 其實你們根本就沒有想到這邊 我跟各位講 各縣市要申請捷運 譬如說臺中要申請捷運 某一條線 跟中央沒有關係 那是地方要去寫一本報告 寫一本可行性評估的報告 送給中央去審 所以為什麼每次審 五年 六年 十年 就是地方要寫報告給中央審 中央不會自己幫你寫 因為是你要的 壯刊誰壯刊 你說最後嗎 環評跟壯刊誰做 最後環評那當然是中央做 但是可行性是地方做 壯刊也是中央做 對 中央做 對 壯刊 你這塊壯刊是要怎麼補 對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看起來就是說 對民眾黨來說 反正他又是包牌 然後但是他現在忘了 現在國民黨整個黨 都覺得這件事情不急 這事情不一定要做 現在只剩下民眾黨 覺得這個事情 還不知道要下車 沒有反對的理由 民眾黨應該是說 我們沒有贊成的理由 但是國民黨這一次 講了這些話之後 你像賴世保 賴世保說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急 對 賴世保 你趕快去花蓮 跟傅昆琦的支持者說 我要你們告訴你 傅昆琦亂說 這個案子根本沒有那麼急 本來喔 傅昆琦的算盤 是要民進黨講這句話 你說這案子沒有那麼急 然後傅昆琦說 花蓮需要一個 從安全回家的路 裡面民進黨都不在乎 我們花蓮 這句話現在什麼說出來 賴世保 賴世保 這個工程沒有那麼急 所以賴世保 你好好的跟花蓮 相親解釋 為什麼這個案子 沒有那麼急 阿苗 民眾黨呢 有沒有記不記得 林國成出來講說 沒有反對的理由 然後呢 這個張祺凱啊 他還被做一個梗圖 沒有政府出一毛錢 民眾黨可以掛保證 不用急 然後全力支持 那問題是 你你你這個東西 我們有提那個高鐵的BOT案 過去的例子 那時候政府沒出錢嗎 政府後來為了收拾那個爛攤子 我又不能政府直接出錢 我只好找公股系列的 不管是什麼 還有國發基金 台唐啊 然後還有一些公股的銀行都下去 現在政府是高鐵最大股東了 四十五趴 對啊 對啊 那你覺得民眾黨 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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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替人 還替人 算小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在立法院裡面 沒有條文版本 沒有提案 其實所有全部空投支票 所以我是強烈建議 看柯文哲主席 要不要請這個黃國昌立委 幫忙你一個條文 就是說為了要實現張祺凱立委說的 政府不用出一毛錢 以後如果說國道六號東延 或者是環島高鐵 這個有需要增加經費的時候 都有台灣民眾黨來負責 這個要立法通過 才也是政府不用花一毛錢 萬一台灣民眾黨 那時候已經不結了 怎麼辦 這個道理就跟BOT的廠商倒閉一樣 就是說怎麼會有人到現在還想要哄騙台灣人說 只要BOT政府都不用出錢 我跟大家報告大巨蛋是個BOT案 那為了完成這BOT案 台北市花了140億去整合那塊土地給遠雄用 你不要以為台北市從頭到尾也沒有出任何一毛錢 台灣高鐵剛來前面年黃哥也幫大家複習了 因為中途這個廠商原始股東 他不想再出資 他不想再增資了 甚至威脅撤資 所以到最後是由我們的工股事業在買單 工股事業在買單 那我記得當時這個張旗凱那時候在主持政論節目 他還有主持一集是討論高鐵採改案 真的真的我把這個圖片調出來給大家看 不是我亂講 我來幫張旗凱這個立委恢復一下他的記憶 就是說你看他的高鐵採改案 來這個螢幕上應該可以看得到 他當時也是啊 高鐵採改案慘敗 慘敗你知道當時多慘嗎 國民黨自己的交通部長葉匡史為了高鐵採改案要下台 因為要動到政府的錢對不對 對 所以怎麼說 動到政府的錢就不叫BOT 而且更好笑的是什麼 如果他有去看條文的話 這個條文復婚期的版本 目前掛在立法院官網上最新的版本裡面 他是寫說什麼 如果說前面的BOT都沒有 第四個叫做中央執行機關編列預算 請問一下中央執行機關編列預算是什麼 你的行政院 不然中央執行機關是誰 對不對 難道是傅崑崎編列預算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人民是有智慧的 這些新科立委 不要把人民都看作好像很笨 你告訴人民說 我們要進行一個全世界難度最高的工程 我們要貫通中央山脈 我們要貫通環島的高鐵 竟然不用花一毛錢 國際上有人大發慈悲做慈善事業 拿出真金白銀來投資一個 一百年都不能回收的事業 共產黨有可能 你如果說你要這樣子講的話 你根本就是在藐視台灣人民的智商 只是很可惜現在我們國家沒有一個罪 叫做藐視人民罪 我們很可惜這次他們推動什麼國會改革法案 沒有規定立委不能說謊 他們說官員不能說謊 可是立委光聽話之下說謊 是完全沒有法律責任的 這樣傅崑崎在那邊插大說都不用出錢 張祈凱也傻傻跟著傅崑崎 去說都不用出錢 這三歲小孩都知道 大家知道現在我們在打炸在反炸 詐騙集團就是這樣子 恭喜你中了頭獎 我跟你講過程當中都不用出錢 你只是要先付一部分的稅金 但之後你會拿到我們給你的獎金 所以你趕快去銀行匯款 我們每天坐在這邊苦口婆心說 你不要去餵錢 那是詐騙 你不要這樣 結果他們詐騙的反過來說 我們是詐騙集團 然後就是覺得人民都傻傻的就會被騙 所以我真的看不下去 你要討論要不要建設 我就可以理性討論 可是如果你已經欺騙到說 你要騙大家這些建設都不用出錢 那你要不要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你BOT的廠商 蓋到一半他倒了 怎麼辦 你去收尾嗎 傅崑奇你進入中央山脈打的山洞裡面 去把工程整個收尾 不可能嘛 最後還是要有可憐的納稅人 為你們的異想天開來買單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這樣其實坦白講我不意外 傅崑奇他本來就是一個草包 只是現在被放大檢視之後 大家看到他草包本質 可是黃國昌你帶領的 台灣民眾黨黨團 在交通委員會裡面 護航這個傅崑奇的三大前坑 讓他十一分鐘都審完出委員會 你今天突然轉彎說 我覺得需要細緻討論 我覺得你同樣也是在欺騙台灣人民 如果要細緻討論 就應該在委員會裡面討論 如果要細緻討論 就應該要等可行性評估 再加上相關的預算還評 都已經確實評估出來之後再討論 你現在讓他出委員會 剛剛這個阿川有講 他是仍然在掛號中 隨時只要國民黨 在程序委員會一舉手 就可以把他排入 運會的討論事項 可以來表決 這樣的狀況 要去哪裡細緻討論 如果沒有把這個三部法案 退回委員會 或是退回議事處 那今天不管是黃國昌 還是傅崑奇 這些藍為獎的 通通都是在打假球 唯有退回委員會 或退回議事處 才能證明 你們真的是有心 要好好討論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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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